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政府绝对准备进一步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致命武器 而这些武器将不是4月份提供的先进型标枪反坦克导弹 实际上自2014年以来 乌克兰一直得到来自北约的军事援助 只不过最开始美国方面考虑到不能过度刺激俄罗斯 并没有同意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直接的作战武器 而是以后勤急车辆装备为主 但是随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 美国已经解禁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指令的武器装备 其中就包括标枪先进攻顶式反坦克导弹 这种武器对付坦克装备非常有效果 另外 加拿大也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大口径狙击步枪 并且还提供后勤支援与培训项目 就是希望提高乌克兰军队的战力 以便在东部冲突地区获得优势 今年5月份 美国国会批准在2019年 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致命武器 美国国会过去也曾有过投票支持乌克兰类似规模的军事支持 但是遭到到时的奥巴马政府的阻挠 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引发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升级 在早些时候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一批救护车 遥控无人机 NTPQ-49轻型 反击台机炮雷达系统 NTPQ-36消防武器 并为系统核Kavala Nations反坦克导弹装备 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 以及随后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的战斗 已经造成一万多人丧生 由于乌克兰北约重点拉拢了对象 因此不断地援助乌克兰 目前 乌克兰军队的训练及单兵装序 基本已经西方化 作者署名 蜂火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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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